印度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品种的水熊虫 这种新品种能够透过一层保护层 来保护自己免于被大量的紫外线照射所带来伤害 而以下就是它们所发现的内容 水熊虫的正式名称为缓步动物们 是世界上最有生存能力的动物之一 被许多人们认为是最可爱的无脊椎动物 而水熊虫的外观几乎是半透明的 长度平均为半公里 透过身体下方的八条粗状的腿来移动 研究指出水熊虫会利用一种独特的东面形式 来对应绝对零度到费点以上 或是比最深的海底压力大六倍的环境下生存 并且能够承受十年的脱水状态 而且水熊虫还能在极端的辐射和太空中生存 而现在印度的研究团队发现 至少有一种种类的水熊虫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印度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在生物学报上描述了如何在研究所 一座布满青苔的水泥墙 发现了一种新的水熊虫 印度的科学家们发现 当它们将称为Paramacrobitis BOR 菌株的物种 和另外一个物种H.exemplaris 暴露在杀菌紫外线灯下15分钟 照射之后 Paramacrobitis会生存下来 但H.exemplaris却没有 当用四倍强度的紫外线照射时 60%的Paramacrobitis多活了30多天 事实上这种红棕色的品种会发出蓝色的光 印度的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品种会使用一种保护性的荧光照 来吸收有害的紫外线 并且转化为无害的蓝光反射回去 研究人员会从新品种取出 并创造一种萃取物 并将萃取物覆盖在对紫外线 敏感的水熊虫和H.exemplaris上面 这将会给它们一定程度的保护 让这些生物免于紫外线的伤害 随后发现大约有一半的 H.exemplaris和水熊虫 被本来会杀死它们的紫外线 曝晒之后生存下来 来自于印度科学研究所的团队 在论文中解释 这种新物种可能已经进化出 这种发光机制来对抗紫外线指数 可高达10的印度南部热带地区 科学家们最近在美国 新墨西哥州白沙国家公园内 发现人类足迹化石 这组化石告诉我们在13000年前 一个女人和她两岁孩子的惊险之旅 该研究结果发布于 第四季科学评论期刊中 科学家分析了这组足迹后发现 这是由一名抱着孩子的女人 留下的足迹 女人走了一大段路程 她在泥泞中走得非常快 足迹颜值线延伸 而且还发现女人后来原路折返 但在回程中并没有带着孩子 科学家研究这段 全长达1.5公里的足迹化石时 也发现当时还有剑齿虎 恐狼 长毛象 等危险动物频繁出没在该区域 因此推论女人可能是为了 躲避这些动物而赶路 事实上科学家也发现 有一群长毛象和大地缆 在她的去尘和回程之间 经过女人的足迹 随后在女人回程时 她也踩过这群动物的脚印 产生重叠 在当时长毛象似乎没有理会女人的足迹 他们单纯只是路过而已 不过大地缆的反应 则让科学家们非常惊讶 研究显示当大地缆见过人类足迹时 她停了下来并以后脚站立 科学家在研究中对此说明 当动物接近足迹时 她会为了确认气息以后脚站立 停下脚步转身并将足迹弄乱 接着再以四脚着地的状态逃离 这是因为他们察觉到了危险 在昏迷了十四个月后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牙医少女 Emeline Green 10月4日宣告死亡 Emeline的家庭律师 告诉当地媒体KTVR表示 这位年轻女性因为龙胸手术失败 引起病发症 导致脑部严重受损 2019年8月1日 医师Geoffrey Kim替当时18岁的Emeline 进行龙胸手术 在接受麻醉后 Emeline立刻心脏骤停 经医师后来承认 她等了五个小时 才打了911叫救护车 即使Emeline最后捡回一命 却没能恢复异式 她左脑受损 无法说话 走路或是自己进食 需要全天后的医疗照顾 家庭律师说 前阵子Emeline的病情 似乎逐渐稳定 甚至改善 有几次还出现了微笑 不过在今年10月2日 Emeline罹患了严重肺炎 导致心脏病发 虽然曾一度苏醒 但两天后人不幸离世 根据州政府的记录 此事件以前 经医师没有任何违法事项 经医师后来与州监管机构 达成协议 承认其不专业行为 目前她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可以职业行医 并保有三年的观察期 而负责该手术的麻醉护理师 RexMaker 则在医院时自愿同意 停止施用麻醉手术 但是仍可继续做护士 失去女儿后 Emeline的父母悲痛欲绝 对两人提起告诉 他们决定说出女儿的故事 不仅是要为她伸张正义 同时也希望 能避免类似的憾事 再次发生 大白天 两名女性在街头 遭到性骚扰 立即对变态男子进行反击 根据当地政府表示 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 湖北省宜昌市 吴家冈区的街道上 监视器摄影机拍下了 这起事件 因为李小姐 白天在街头 遇到了一名中年男子 这名变态男子 用手触碰她的隐私部位 李小姐立刻追赶 这名男子并打了她 然后用手机把色狼的脸 给拍摄下来 当然男子也尝试要制止她 李小姐再度 殴打了这名男子 还将她踢倒在地上 男子赶紧逃离现场 不过李小姐 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哟 在李小姐遭遇 闲猪手之前 另外一位女性 也在这一条路段附近 遭遇同样的事件过 这位女性立即殴打色狼 男子赶紧逃离现场 但她还是在那边附近徘徊 寻找下一位女性 作为目标 然后就对李小姐下手 接连收到两起 类似的案件报告之后 当地警察随后 在犯案地点附近 进行了调查 警方也利用李小姐拍摄的 色狼照片 调查罪犯的身份 结果是同一名男子 对他们进行性骚扰 警方调查后发现 罪犯是一位 48岁的无业男子 9月21号当天 她才因为性骚扰 女性被拘留10天 而在10月11号这一天 这位男子再次被警方 处以拘留15天的处罚 警察称赞了两名女性的 应用行为 并表示受害者 在经历这种事件时 应该像这两名女性一样 捍卫自己 说话前请先三思 一名住在印尼东爪哇选 庞越市的男子 控告妻子破坏名誉 因为他四处跟别人 谈论丈夫的小弟弟 这名48岁的男子 仅称为HF 他是当地公有 传统市场的负责人 他46岁的妻子PM 则是在市场摆摊做生意 上周稍早 HF向警方对妻子提出告诉 因为他涉嫌告诉市场的 贪贩和街坊邻居 丈夫的弟弟很小 而且还不够持久 除了控告妻子以外 HF也对妻子的闺蜜 极限年50岁的NH提出告诉 指控他散布秘密 HF向记者谈言 自己感到很羞愧 因为妻子在市场到处 谈论他们的床室 搞到现在人尽皆知 这件事也传到了同事而理 因此他决定硬起来 将妻子告上法庭 HF雇用了律师 CT Zuraita Aparavati CT表示 他的当事人才结婚了七个月 但是两个月前两人开始渐行渐远 最后妻子提出离婚 但不知为何 他居然四处去讲丈夫的私事 CT告诉罗潘报表示 如果妻子想离婚的话 可以好好谈 没有必要去接伴侣的窗疤 也希望此事 可以让其他夫妻作为解禁 CT也说 如果妻子愿意道歉的话 他的当事人也愿意撤告 判此事能让PM学到脚事 彭律师刑事局局长 Joco Mordiando证实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并会立即传唤涉案各方前来说明 所以先生女士们请注意 不要随便和外人宣扬自己的家务事 小心惹火上身 结婚也能买一送一 有何不可呢 这名住在印尼西努沙丹加拉省西龙木县的 20岁高中男学生 他本人一个月内娶了两个老婆 这又是印尼众多学生结婚案的其中一桩 而在龙木县又特别常见 这名年轻男子名字叫做阿玛瑞萨 他娶了第一任妻子Fitriani 而Fitriani才刚小学毕业 没时间继续把中学读完 两人便在9月17号完婚 Rizal跟第一任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 又在10月12号当天 娶了第二任妻子Mariani 而现在Mariani还在读宗教学校呢 Rizal的父亲阿尤尼宣称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 会在一个月内结两次婚 阿尤尼告诉当地记者说 他感到十分震惊 而且Rizal还只是个学生呢 下个月要准备大考耶 根据印尼媒体Kumparan的报道指出 Rizal和Fitriani两情相约 才决定结婚 但和Mariani就没那么单纯了 10月10号当天 Mariani的家人去到了Rizal家 并要求Rizal把Mariani娶回家 哈 听到这里Rizal的妈妈当场昏倒 阿尤尼表示 在当地如果女方的家人来到了男方家 要求把女儿给嫁过来 男方家是不可以拒绝的 因此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在跟Fitriani结婚之前 Mariani跟Rizal曾经有交往三年之久 同时Fitriani表示他没有想到 Rizal也会把Mariani娶进门 10月17号 Fitriani接受了印尼罗潘报的采访 他表示当时他以为是有人来家里做客 但没有想到是要来嫁女儿的 当下他感到相当失望 但事已至此他只能试着保持开朗咯 Rizal一口气娶了两个老婆 总共花了家人约新台币98000元 这场婚礼按照传统流程进行 但并没有通知当地的宗教事务局 哎呀 Rizal的爸爸现在只希望高中三年级的儿子 可以顺利毕业并且拿到文凭了 而Fitriani和Mariani两人 都不愿意对婚礼做出任何的评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